不得每一页给你配一个插图 然后又厚又大 卖几千块钱 这是这个反普归真的版本 它就是很轻很小 然后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过 它的这个注释特别的好 把所有的东西都说明白了 但是我觉得呢 我必须要向大家说明 这一版的所有的《红楼梦》 就是中国可以买到太多出版社的《红楼梦》了 然后所有的出版社 靠谱的出版社 它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前沿 向大家解释 它的这个版本 这个《理想国》的版本 它用的是 陈宜本校著版 陈宜本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 这里有 这两千个朋友当中 有多少是对《红楼梦》很熟悉的 可能大家比我更了解 我这里推荐给 本来就是推荐给初次读《红楼梦》的朋友 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红楼梦》有两个大的派系 就是《红楼梦》这个有非常复杂的版本之争 然后呢 它分成两个大的派系 一个就是叫做《芝本》 芝是 芝是腌汁水粉的那个芝 就是芝燕斋点评本 就是有一个人 它的笔名叫芝燕斋 为什么叫芝燕呢 芝燕就是红色的燕台嘛 它就 它应该是曹雪芹的一个好朋友 它就在那个手抄本上用红色的字 写了很多点评 就是今天为什么 《红楼梦》如此的发达 我们能够对《红楼梦》的文本之下隐藏的那些 没有透露的讯息 有那么多的想法 就是因为这个芝燕斋 透露了很多对《红楼梦》的解读 《红楼梦》是一个未完成的书 所以它的一个巨大的阅读乐趣 就是大家都在猜 都在辩论到底是什么结局 然后还有一个版本 就是这个《陈本》 它是陈伟元和高厄这两个人 他们在曹雪芹死了以后 大概几十年出了一个活字印刷本 然后他们出这个活字印刷本 就是把各种各样 这个《纸本》是手抄本 或者是手抄本的统称 它大概至少有十二三种 就是什么蒙古王府藏本 什么假虚本 根成本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抄写版本 每一个都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高额陈伟元 就大概在乾隆年间吧 他们就把各种各样的版本 这个手抄本编转在一起 然后补写了后四十回 就是现在有争议 不是他补写的 可能只是他整理的 总之他们就弄出来了一个完整版 就是这个叫陈 他先是弄了一个叫陈甲本 甲是甲乙比丁的甲 乙嘛 甲乙嘛 乙就是第二个 就是他出了陈甲本以后 过了一年 他又出了一个陈乙本 然后呢 OK 这两个大的派系 到底哪一个是好的 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我们从小到大 读的最多的版本 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那个版本 他后来做了很多次的修订 我为了对大家负责 我也把那个版本挂在了我的这个购物车 这叫什么东西 小清单里面 对 比如说我们高中的时候学语文书里面引用了一段 那个宝带出香箭 他应该就是从人民文学那个版本弄出来的 摘录的 就是他是根据更成本 就是最完整的一个手抄本 作为底本来出的 这个这两个版本呢 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区别 那这个白先勇老师 他是为这个版本写了一个序哈 所以他很明显是占 占这个成本的 白先勇老师甚至觉得红龙的后40回 就是曹绝琴自己写的 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是很不喜欢这个陈宜本 陈甲本陈宜本的 比如说我的偶像张爱玲 他特别的讨厌这个陈伟源和高额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不替大家做这个决定 我给大家看几个这两个版本之间很有趣的区别 你看这个 就是讨厌这个活字印刷本的这些人 就觉得这个陈伟源和高额夹带私货 他们在编撰这个红楼梦的过程当中 把自己对这个红楼梦的理解都给加了进去 然后做了很多改写 就是非常鸡贼的 可能他就改几个字 或者他就删掉一些重要的段落 然后就完全改变了曹雪芹的原意 比如说张爱玲就是这样觉得的 张爱玲尤其的讨厌高额 我的这个小清单里面有一本是张爱玲写的 讲红楼梦的书叫红楼梦魇 这非常神奇 他竟然写这样的一本书 他是说他花了十年的时间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考证 他甚至考证了这个高额本人的身份 真的太神奇了 一般来说大家都只会考证曹雪芹的身份 张爱玲竟然去 他真的去做这个文本研究 然后他考证了高额的身份 他觉得这个高额尤其对习人这个角色 就是贾宝玉的大丫鬟 有敌意 原因是高额自己生命当中有过他的习人 就是他有过一个爱妾 然后这个爱妾后来又抛弃了他 所以他说这个高额就非常鸡贼的 在很多地方做了很多的改写 然后就把习人写成了一个 就是一个很俗气 而且很积极的为自己争取上位的一个形象 然后 你看我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成本的第六回 就是这个理想国版本的第六回 这个贾宝玉呢 他去有了太虚幻境以后 这个太虚幻境里面的锦幻仙姑 就交给了他男女之事 然后这个书里面就写 他就和习人试验了一下 然后这个原文说的是 宝玉强 其实就是强迫的强 叫强袭人同灵仅患所受之时 然后这个成甲本就把这个强字改成了语字 就是这是一个贾宝玉去强迫他的大丫鬟 也不知道就是强迫这个词可能中了 反正强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红楼梦》是很有意思 他就是一字之差 那个意思就全变了 就是强硬要他干了这件事 如果改成语的话 就显得这个习人心机很深 在贾宝玉那么小的时候 他就积极上位了 对吧 张爱玲有很多很多 他真的去做这种文字的考据 他是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去做 然后张爱玲是非常非常不喜欢 《红楼梦》的最后四十回 就是高厄为这个《红楼梦》补写的 补写的这四十回 特别好玩 你看他这个 他在《红楼梦》演这本书里面说 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 一个个人物都言语无畏 面目可赠起来 我只抱怨 怎么后来不好看了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大家知道《红楼梦》原书本来只有八十回 这个后四十回到底是高厄纯手写的 还是高厄根据一些残缺的手抄本整理出来的 这个现在不知道 但总之不是原本 我感觉就是《红楼梦》这样的书 人在每一个年纪读的都会有很不一样的体验 我小时候第一次读 我是读不出来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 有什么区别的 甚至我觉得后四十回非常感人 因为他就有一些那个经典的段落 什么林黛玉粉稿断痴情啊 然后这个王熙凤出了一个调包记 让这个薛宝钗被假扮成林黛玉跟贾宝玉结婚啊 哎呀就是好痛苦特别伤心 但我觉得可能读了一两次以后 我再读 我都不需要看那个回幕 我都没有这个意识说 OK我现在开始看序的部分了 一翻一读那个文字 你就明显的感到有区别 然后现在我就已经不读后四十回了 就是觉得不好看 看不下去 但你说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是不是大家困了吗 那好吧我很快就讲完了 你说这个高厄的这个序的四十回是不是一无是处呢 我觉得也不至于 关键是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因为给红楼梦续后四十回的人还有很多 真的我以前不知道在什么奇怪的图书馆看到过 还有什么红楼续梦红楼奇梦 特别特别的扯 就是说这个林黛玉在贾宝玉跟薛宝拆了以后嫁给了真宝玉 说OK林黛玉嫁的才是真的宝玉 贾宝玉是假的 然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 这个贾宝玉后来把精灵十二拆全部取了 在大观园里面修了十二栋楼 然后隔他最近的两栋是薛宝拆了林黛玉 这就是Oh my God 我觉得 你知道 我觉得就是高厄 他的这后四十回有很多 无论是文字上的差距 还是背离了曹雪芹的原意 就是调包这种奇怪的计策 怎么想出来的也好 我觉得他是尊重这个红楼梦的主题的 千红一枯万艳同碑 就是女性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的悲惨的命运 但是像那个什么红楼奇梦 说把精灵十二拆全部取了 这就回到了中国传统的那些文人小说 全部都是这些男性文人的意淫来了 真的 就是他们美好的幻想什么卖油狼独占花魁 哇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读过太多的糟粕了 就是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才华 但但真的是 他就是 就是意淫一个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好像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贾宝玉的话你要取谁 然后最后说 哎那我干脆把十二拆全部取了 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 有一些老师 特别男性老师 有一些老师讲红楼梦 最喜欢问大家的问题就是说 哎这些男同学这个林败玉 薛宝钗你们要取谁 然后大家都说取王熙凤 对吧 那至少高厄他是尊重了 我觉得他尊重了红楼梦这个最珍贵的一个线索 就是他在讲女性的命运 在讲她们的精神世界 在讲她们的无奈 在讲她们的悲哀 这个是 这个是要承认的 对 然后从其他的这些叙述里面 我觉得 这个才叫真实的反应了 为什么红楼梦如此的特别 他跟其他的这些书不一样 对我现在就是在讲买哪一版的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是对这个文字特别敏感的人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读的大部分的版本 应该是人民文学的出版社的 那个知验斋的版本 就是知评本 就是根成本 根成本是知验斋点评版当中的 最完整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呢 你就会读到 你就会明显的看到 它的字句上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我读起来 我尤其敏锐的感受到的一个地方 举一个例子 就是讲这个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 说这个林黛玉 一步不肯踏错 然后坦坦特特 作为一个孤女 抛妇进京都 然后走到了贾府 然后看到一个病发如营的老奶奶出来 就觉得就知道这是她外祖母 然后正要拜使 那个外祖母贾母早一把搂在怀里 心肝肉的哭起来 他用了这个一把两个字 就是特别的生动 就觉得啊 就是这个外祖母的 对对外孙女的这种慈爱之情 就异于言表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 确实就没有这两个字 我就觉得是 这个文字上是有差异的 但是这个 这一版红日梦的 就是我现在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版 它的好处是这样的 因为 它会有 它除了每一章的最后 会有一个注释 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词 有什么差别以外 它还有每一页的下面 有一些角注 它这个角注就会写说 不同的版本 在文字上有什么差异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读到的 它的这个文字差异 它是有解说的 然后呢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这个 我们刚才说这个 白仙永老师啊 他是非常的喜欢 这个陈奖 陈怡本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个 理想国应该就是 听了白仙永老师的建议 他用这个陈怡本 作为底本 来出了这一版的《红楼梦》 他举了几个例子 他就是说 在这个修订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 按白仙永的说法吧 就是说高厄成委员 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应该见到过更多 更完整的抄写版本 而抄写的版本里面呢 反而抄来抄去的过程当中 有夹带私货 有这个错误百出 对吧 大家都各有一套理论 但是我觉得他举的这几个例子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他说 这个更成本里面 有几个大问题 就不是这种字句上的小问题 主要是人物形象 比如说 我看一下大家要不要 睡着了 我才决定要不要再讲一下 等我讲完这个 我就把我的托找来 请大家不要着急 他说 你看我就举着几个例子 比如说尤三姐 尤三姐大家知道吧 就是在《红楼梦》里面 一个特别刚烈的形象 他跟这个柳香莲之间 是两情相悦的 但是他们因为言辞上有误会 加上这个柳香莲 误以为他跟这个贾真之间 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然后就走了 然后这个尤三姐就愤而自杀 是一个特别让人惋惜的刚烈形象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更成本 就是白先勇反对张爱玲 喜欢的这个更成本 就是人民文学那个本里面 他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 由二姐之举便邀他母亲说 我怪怕的妈同我到那边走走来 由老也会议便真个同他出来 只剩小丫头们 假真便和三姐挨肩擦脸 百般轻薄起来 小丫头子们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 凭他两个自在取乐 不知做些什么勾当 你看这一段 他写的 他这四个人是 由二姐 由三姐 贾真 贾真就是宁府的 宁国府的这个当家人 贾龙的爹 然后还有这个 由二姐和由三姐的妈 然后就说 由二姐后来不是跟这个 贾连两个人勾搭上了吗 然后有一个 特别精彩的 王熙凤的生日大闹宁国府 然后呢 这个由二姐 应该是和贾真 曾经有过一些 不清不楚的事情 然后这个 然后由二姐 现在他跟贾连好了以后 他就要避嫌 他就走了 然后这个 跟成本里面就写 贾真便和三姐挨肩擦脸 百般轻薄起来 用一些非常轻浮的文字 在写两个人之间 就是暗示他们 好像一直有这种 不清不明的勾当 然后这个 白仙永就说 三姐这个人物形象 之所以让人惋惜 是因为他是一个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出于泥而不染 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 决绝心的人 然后你现在 用这样的一种 轻浮的笔触 把他如此庸俗化的描写 那么他后来 为了柳香莲自吻 这个人仿佛也不值得同情 所以这个 陈怡本里面 不管是他保持原样的 还是他改的 他确实和这个 资本不一样 他说的是 贾珍此时也无可奈何 只得看着二姐而自去 剩下由老娘和三姐相陪 那三姐虽向来也和贾珍 偶有戏言 但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 所以贾珍虽有垂涎之意 却也不肯造次 置讨没趣 就是 他确实在一个 可能身不由己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他还是守得住自己的 然后所以他后来 奋而自杀的时候 他才成为了这个 《红楼梦》里面一个 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 对吧 然后那个 我看大家要睡着了没有 对 然后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几个 比如说 这个跟成本里面有一段特别奇怪的 就是写这个 这个贾珈自己养了一个小戏班子 有什么方官 林官 然后其中这个方官唱牡丹亭 然后还说他长得像林黛玉 然后中间他们有一些 这个 史湘云和这个林黛玉吵架 贾宝玉又去劝架 然后大家来回写诗什么 在这个 跟成本里面 就是这个支批本里面 有一段确实特别奇怪 他就写这个 贾宝玉非要让这个方官 把他的扮相给拆了 然后扮作一个 扮作一个小丝 然后给他取名 取了一个藩名 就是那个时候少数民族的名字 叫耶律雄奴 变成一个小匈奴 然后 然后其他的 其他这些女孩 也把他们的这个小戏子 都打扮成了小子 叫什么 韦大英 什么斗童 就 这一段 我觉得我们读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 非常的奇怪 然后这个白建勇就说 这个贾宝玉是 最讨厌男人 觉得男人都俗不可耐 觉得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女孩是水做的骨肉的人 他怎么可能 莫名其妙的 然后他是一个尊重 这些下层人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小方官改 把他的头发型变了 让他扮一个匈奴 对啊 确实是非常奇怪 然后这个原文里面 还有一大篇这个贾宝玉 歌功颂德的话 然后我历来看到 都是大家说 是不是文字语太厉害 所以超写情 不得不加这一段 或者是后来超写 为了让这本书流传的人 不得不加这一段 就总是非常的奇怪 确实是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个版本里面 就是高厄陈伟元的 这个版本里面 他就把这一段整个删掉了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还有比如说这个 心比天高 身为夏剑的秦文 他快要死的时候 他被他们家 接到他那个哥哥家里去了 然后一个人躺在床上 想要喝点水 都没有人给他倒 然后就贾宝玉去看他 然后两个人 有一个最后的诀别 然后这个 就是那个 根成本里面就写到 秦文就让贾宝玉 给自己喝一口茶 他说我渴了半日 叫半个人也叫不着 然后呢 这个贾宝玉就看 他们家只有一个 黑莓污嘴的调子 也不像个茶壶 这个茶碗里都是游山之气 然后 这个秦文就说 这样的茶 贾宝玉就觉得 这样的茶哪能喝 结果秦文就说 快给我喝一口吧 这就是茶了 哪里比得咱们的茶呢 然后就贾宝玉 只好给他喝 然后在这个 根成本里面 就有一段说 就有一段写 这个宝玉的心理活动 说 宝玉心下暗道 往常那样好茶 他尚有不如意之处 今日这样 看来可知古人说的 饱饱烹仔 鸡眼糟糠 又倒是饭饱弄粥 可见都不错了 就是这一段 非常的奇怪 因为贾宝玉是一个 至情至性的人 他跑到自己的丫鬟的家里面 去看到秦文那么惨 在一个肮脏的地方 连一口干净的茶也喝不到 没有一个人照顾他 他的心里面 应该只剩下的是痛苦和惋惜 他为什么会突然 冷静下来说 哟这个秦文平时挺讲究的 到这时候啥也不讲究了 就显得非常的无情 而且非常的高傲和冷漠 可能别的人会这样 但是跟贾宝玉这个人的人设 确实是很不相符 然后最后讲一个就是白仙勇也说的 这个《红楼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秦忠啊 就是秦可卿的弟弟跟贾宝玉一起去上学的 然后他们这个秦忠应该是秦种的 因为《红楼梦》里面全部都是谐音梗嘛 然后这个秦忠后来就死掉了 这个《根成本》里面 秦忠临死的时候对宝玉说 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 我今日才知识了 以后还该励志公民 以荣耀显达为师 就给他说了一大 在临死的时候竟然给他说了一大篇 说你要好好学习啊 你要读书相近啊 你要求取公民啊 对 就有非常多这种 类似这样跟这个人物的人设 不相匹配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是没有的 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吧 就是我不帮大家做这个判断呢 大家可以觉得 我觉得呢 这个高额成美园这个版本 他们当年把这个书整理出来 当做是活字印刷的出版 他确实就对书的一些前后矛盾呢 比如说他们的年龄 年龄问题 做了一些修订 但是他确实也对很多的字词 做了修改 我觉得 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想看一个 前后比较一致的完整版本 可以考虑这个 主要是这个包装非常好 如果大家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不想要由别人帮你做了这个判断 自己想要去探索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人民文学的那个版本 嗯 对 庞老师之所以没来 就是因为我料定他如果听我讲